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辛苦了 辛苦了 有哪位导演 先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观感 可以啊 好啊 可以啊 吴宇 吴宇 张大大是吧 原来那个角色戴着口罩 有难度的 但其实也不是很难 那口罩不是一个障碍 你还是要用眼神 用眼神演戏是最重要的 但我看的时候 我就留意你那个眼神 为什么令我留意呢 因为你没眼神 不好意思 我直说啊 一上车 你就好像小偷 你知道吧 我找了你三年 哎呦哎呦 怎么在家偷个东西 你知道吧 我记得很清楚 什么窗户潮溪啊什么 你就回头看他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宿舍窗户潮溪 那大日头啊 马上就要落下来了 我觉得你心里在想 好了你说完了没有 你再说我揍你了 如果你是给我一个演员的话 我接到这个角色 把我的嘴遮住 给我完全焦点 放到我眼神上演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你错失了这一次 但是呢我也看到 看 你停了之后 我看到你是松了口气 哎呦 就是那个反而最真情的 你知道吗 当下有被刺痛到 因为真的是有努力的 但的确是 既没有天赋 也没有好的导演教过我 说无语我也说了那么多了 但女演员不好意思 真的我是焦点都放在他那里 我跟尔东升导演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张大大还是挺努力的 想用你自己的眼睛 去传达你曾经的爱人 在你旁边跟你述说时候的 那种感觉 其实啊这个 这戏挺难演的 因为这个戏是我参与过的 这个故事本身呢 也是我向张一白导演建议的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 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北京街头的景象 没有谁让你到街上去 但是突然之间就是万千的人 高清旗帜啊 漫天都飞舞着人民日报的号外 我们终于可以有与敌相匹敌的武器 来保护我们自己 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身先士族啊 不惜自己被辐射感染的这些科学家们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来创造出科技的最高成果 都挺伟大的 就跟这次疫情的医护人 说到你们的演戏呢 我就感觉到 开场有点仓促 不管是王志发现张大的 还是张大的 对于这种发现的回应 没有足够的判断 这个重要的节点就在于 你们有没有顾及这是一个公共场所 你们在说你们自己的私事的时候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啊 直到你们坐到后排座位 那个时候可能你们相对的放松了 可以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我其实是挺试图感动的 但是没有能够完全感动到我 另外呢我不知道 为什么剧本有变化 剧本本来最后的结尾是 在这个王志离开的时候 你给我写一个字条吧 我们看到他写了 别等我了 这几个字是挺打动我的 他等于变相地承认了 现在你们换了个方法 自己把口罩摘掉面对他 可是我觉得原来那个剧本啊 可能更有力量 我觉得张大大 你能给我演一个特别短小的节目吗 也是别等我了 是因为我在他前面的表演中间 意识到一件事 就是他不是一大学生 您给他出了一大学生的题 你不是难为他吗 那咱出一个出众生的题成不成 看看他没准有其他方面的才能 你回到家里打开门 看见你们家的戏软啊 就是值钱的东西 都被你的女朋友拿走了 在那个桌上留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别等我了 你会怎么演 第一个现场考题出现了 张大大你别捧着啊 你放松 好 你现在我第一次看见 你在舞台上你笑了 你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 我明白了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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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另外导演 不是您不是说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是明白了啊 我觉得你可能是病了 我设定是我喝醉了 没想到演出大家以为我生病了 姑且就算你喝醉了吧 你再发现你的女朋友走了 你也不会这么打自己的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太不真实了 如果他把这个演得喜感十足 那也不错 可是还是让我很失望 其实凯哥导演 刚刚在你表演的过程里面 和最后点评里面 其实他都提醒了我们几个作为演员 最重要的几个东西 当没有台词的时候 如果我要表达我是喝醉了 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呃 酒格 或者吐 或者哈 闻一下自己的酒气 闻一下自己身上 这些都可以很明确地 让观众知道你是喝醉了 而不是就只是亮腔的一个东西 那刚刚的表演里面 我觉得两位其实都有 我觉得不足的地方 我先说女生好了 点到